Hello,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之前有很多同学都在问我说 老师能不能教我们做一个PPT模板 对于PPT模板呢 很多同学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一个PPT模板 我之前一直没有讲过 是因为我一直觉得PPT模板是一个非常简单 非常基础的一个操作 但是呢,既然有这么多同学在问这个问题呢 所以我今天还是会做一个小的短片来分享一下 PPT模板该怎么去制作 首先我们在做PP模板之前 先要了解一个概念就是到底什么是PP模板 这个好像问题很简单 但是呢,很多同学会搞混 这里搞混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在于 很多同学错误的把模板认为是模板 大家是不是有这种错觉 就是经常会说我需要一个PP模板 但你说的是模板而不是模板 那模板和模板是什么区别呢 很简单 这个就是你们看到的PPT模板 模板是一个性成的一个板式的PPT 而模板是一个还未成型的PPT板式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调整PPT模板的板式 最后能够形成一个可以为大家所共用的PPT模板 这就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不是一个模板 而是要做一个模板 好笑一年绕,但是没关系 我们往下看 首先PPT模板是什么 有一个比较官方的解释 就是百度百科里面显得 PPT模板就是存储有关应用的设计模板信息的幻灯片 包括自行站位幅大小或位置 背景设计以及配测方案 这就是PPT模板 我们换一个通俗话来讲就是 它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统一PPT板式的底板样式 能够只需要改变一页的内容 就能把所有的幻灯片全部改掉了 这就是PPT模板 那么看一个实际的案例 这个就是一个PPT模板的一个板式的操作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左侧这一块红框框的部分 就是我们整个幻灯片模板的操作界面 那这里会有两块标的不同颜色的 一个是深蓝色,一个是红色 深蓝色这块明显比下面几块要大 深蓝色这个大的这个板式 就是PPT的模板 那下面是什么呢 下面呢也是模板 但是可以把它称之为是模板的子板 就相当于上面是一个母亲 下面是她的孩子一样 但是呢我们即便调整下面的信息 也能够快速的调整我们整个PPT的其他的内容 就就是一个PPT模板的一个大概的概念 我们可以看一下实际的操作是什么样子 我们点开整个的PPT的操作界面 这里有一个视图 然后视图下面有幻灯片模板 讲义模板 备注模板 这其实是模板的三个类型 大家呢重点看一下幻灯片模板就行 讲义模板和备注模板 大家其实不用太在意 基本上你们也用不到 我们还是顶开幻灯片模板 顶开幻灯片模板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 在我们的左侧这里呢就出现了很多的这种版设了 看到有的是黑的有的红的 这些都是我自己后面压上去的 那还是一样的大家看到 是其他的一个紫板的形状 你会发现只有他一个变动 对吧 这就刚才说到了 上面是他的母亲 下面是他孩子 孩子继承的母亲所有的优良传统 所以母亲有什么变化 孩子都会有什么变化 但是孩子跟孩子精 他们是相对独立的 所以每一个孩子 他只要自己去动的时候呢 其他是不受影响的 那我们这里操作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关闭 好 这里呢 我们再去插入我们画动片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其中一个 大家还没有 这是我中间某一部分调整的模板 这是刚刚已经更改过的 我们选择他 这个蓝色的小样针就固定在这个模板里呢 所以呢 我们再去添加的时候 他就依然还在 这就是模板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操作 那我们大概了解了PB模板之后呢 我们要想一个就是PB模板到底有什么作用 这才是我们学习它的目的嘛 其实大家对于PB模板的作用呢 有一定了解了 因为它作用真的非常的多 但是呢 跟我之前给大家讲的一样 很多好的作用 或者很多好的功能 我们未必用得上 所以我们只需要了解它最实用 和对我们最有帮助的操作就可以了 这里呢 我给大家总结了PB模板的三个最核心的作用 大家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快速统一我们PB板式 这个不用多说 这是很关键的 第二个就是能够一键修改 我们所有的颜色字体 还有我们的文字 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图形 它都可以一键操作 那第三个呢 就是能够快速替换我们的图形和文本 这个呢 也是一个非常高效的作用 所以呢 这个后面会重点讲到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快速统一PB的板式 这个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就是我之前给大家分享过的 就是小米的一个模板 这是我做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模板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模板是怎么操作的 首先大家会发现 这个整个的底色已经固定住了 它的logo也固定住了 只有文字 是没有固定住的 但是呢 这个文字 它也是固定的 所以呢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背景的颜色 和这个底下的小字 以及这个logo 它是已经固定的板式了 那它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来操作一下 首先一样 我们点开视图 然后选择幻动面目板 这个是我先做好的 那如果说你们 没有这个做好的呢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们直接 选中其中一个板式 直接去操作 或者是说我们再插入一个新的板式 把这个删掉 这下面的 页角 还有那些小东西呢 你们可以留 也可以不用留 这个留着吧 没有什么影响 然后呢 我们可以插入一个矩形 对吧 插进去 覆盖 然后呢 我们可以调整这个颜色 比如这个颜色 还是刚才的橙色 冰框去掉 好 跟它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就是插入文字 和这个logo了 我把logo直接扩并过来 就可以了 对 这个颜色还不太一样 我们调一下颜色 跟它表示一致 然后这个文字呢 直接插入文字就行 我们直接扩并过来 OK 那为了并于跟它一个区分呢 我们再插入一个 小圆圈 表示一下区分 当你的整个板式调整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击 关闭模板式图 OK 就已经可以了 大家会说 那我的这个模板去哪呢 就是这个模板呢 就是你的子板了 我们直接在这里去找 找到这个小圆圈的 这就是刚才我们建议的一个模板 看到没有 大家没动过 那如果说刚才的一个模板中 我们想要整个全部做一些变化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直接将我们的这个 笔板放到我们的模板上面去 我把这个也扩给大家 所有的机板全部变色了 全部都是的 所以呢 你只要在新进的时候 它基本上都是一个 全都是一个 这个呢 这个呢 就能快速帮我们统一 PPT板式 但这里呢 我不太建议大家 轻易的去动 我们这个 换动篇的模板 尽量的去动 是我们的 PPT的子板 这样你才会有 其他的一些 调整的空间和雨地 否则你一动 全部都动掉了 这样是不太好的 那还有就是 我们想对这个板式 做一个统一的调整 我们想给它加入一个 修饰冰框 如果每一页去加 也会很麻烦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换动篇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插入一个 举行框 比如说这么操作吧 对 大家会发现 这个所有的板式 都出现这个框框 对吧 这个没有 是因为我挡住了 你看这里也有了 这个也有了 这里也有了 对吧 你会发现 这个就非常快了 所以它能够很快速的 帮我们去调整这些板式 这就是P母版的 最大的一个作用 当然它功能还有很多 这里呢 我就不去细讲了 我们往下讲 第二个最核心的作用 一键修改颜色和字体 那这个是怎么操作呢 这个会涉及到 我们PPT默认的主题色彩 所以呢 我们是在这个地方 去操作的 那具体怎么做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段文字内容 我们选择我们的视图 然后呢 我们选择换动面部版 这一块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文字内容 我们把它关掉 你看 就是这一部分 那为了并于大家好看 我在这里加一个小碰块 这样你们就知道 我们在动的是哪一个模板了 你看 关掉它 就是这一块 好吧 我们回到我们的视图 那这里呢 有一个操作就是主题 这是office自带的主题 我们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但是我这里建议大家不用 这里呢 是为了让大家知道 我们的颜色 字体是怎么去调整的 所以这里我们 先选用一个绿色的这个主题 大家会发现 我一旦选择主题的时候 整个全部变动了 因为主题它默认的是 直接调整到我们 你的模板上面去了 所以呢 你一旦做改动之后呢 其他全部会跟着改 其实这个也是改了 只是它挡住了 那我们修改了主题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哎 你们会发现 这个的主题就已经变了 对吧 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如果说 假如我们做了很多 这么一套的PPT版式 当我们想要去调整 我们的这个颜色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在我们的视图 幻动面板 然后在主题上面 我们想换一个其他颜色 我们直接调一个 哎 这里就很多的搭配的颜色 我们就选一个 我们选一个男色 它就全部调整过来了 当然一样的 这里的字体呢 大家也可以直接去调整 这里会有很多字体 比如微染亚黑 华文中送 送体 黑体 我们选黑体 对吧 它就默认已经修改成 我们的黑体了 然后我们再关掉 当你们再去插入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 这里的字体 全部变成了黑体 颜色是 刚刚调主题的时候 颜色就自动被调了 刚刚那个颜色也可以去调整 这是我们的模板第二功能 一进修改我们的颜色字体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功能 快速替换图形和文板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效的功能 我在之前做PP分享的时候 也有讲过这一part 所以这个地方我会重点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在PP模板去快速替换我们的图形和文 我们还是实际看一个案例 大家经常会做PP的时候 会发现会用到一些人物的头像 对吧 包括一些图片 然后你会发现 你做好一个PP版式之后 每次你都要用到不同的人物头像 或者不同的其他图片 然后每次你都要去重新调整它 你要去裁剪 需要去摆正 这是一个非常费时费力的 当你们拥有大量的图片的时候 包括像这样子的一个图形 很好看 然后你会去通过我们的报应算 通过我们的裁剪 然后实现这个效果 你觉得很好 但是突然告诉你 这张图片不好用 我们要换一张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崩溃 包括像这些东西 都是一样的 你调整好了 以后你还得换 每次都调很麻烦 这些也是的 所以呢 那PPD模板呢 还有很好的功能就是 它能够帮你把这些板式 全部固定下来 一旦当你需要调用的时候呢 你直接更换图片就可以了 不用再这么麻烦的 重新去排版 那它怎么操作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 我用PPD模板 做好的一个板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有一个自定义板式 这是我做的 大家会发现 这里有几个方框 当我们点击图片的时候 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想要图片 我们选择其中一个 插入 你会发现 这些所有的人物 都自动放到这个方框里面去 你再也不用去裁剪了 是不是非常方便 这样的话 无论你在做多少这个图片 你都可以直接去调用了 非常非常简单 那这个怎么去操作的呢 我们一样的 点开我们的试图 找到我们的幻灯明文版 然后呢 我们选择一张 一个空白的底板 就是说呢 这里有一个插入站位幅 插入站位幅之后呢 这里会有很多的选项 这个呢 不仅有图片 还有我们内容 还有我们的文字 甚至还有我们表格 还有我们的多媒体 都可以 那我们以图片为例 插入一张图片 比如我们插一个这么图片 这个呢 就意味着你摆好的位置 就在这里了 那旁边是你的文字 然后呢 我们点击关闭 OK 然后找到我们刚才插入了那张图片 这是我们刚才那个图片 这里呢 最好大家 因为我的那个模板比较多 然后呢 我也为了图审事 我就没有给他去做一个重命名 大家最好做一个重命名 这样的话 就方便你后续找到了 不然太多模板了 一下找不到 OK 我们选这 这个地方就有你的图片了 我再点击 我还是选择一张 人物图 它就固定过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实现这样的效果 对吧 这种效果我们怎么做的呢 一样的 我们找到文字图 幻灯片 我把这个星去掉 你不去掉也可以 我们直接就插入一个图片 因为我们插入的站位幅的这个图片呢 框框一定是方的 没有其他形状 所以呢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插入其他图形 比如三角形 插过来 然后我们可以再复制一个 然后我们可以再复制一个 跟它一样 对齐 这时候的太阳大 我们给它调整一点点 调整完之后之后呢 我们给它做一个布尔运算 拿这个底框 跟我们这几个 同时做一个布尔运算 这个呢 我们先将它做一个组合 结合 然后我们再用底部的站位幅和我们这个图形 我们做一个相交 虽然点它的时候是方框 但其实它已经是一个三角形了 那然后我们关掉它 再插入我们这个图形 我们再插入一张图片 换一个 海边吧 这样你的这个图形就有了 那如果说我觉得这个不满意 我可以再插入一个 我再去替换 其他都可以的 当然这个不太好 这个我刚刚随便放的 所以这个不是很合适 但基本上的原理都是这样子的 这就是批评文版的第三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能够快速的帮我们 把我们图形和文本做一个调整 那我们的其他的怎么操作呢 我们再看一个 比如说 我们再看一个文本 文本就像刚才看到的 大家可以固定的 这个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文字 比如说文字 插入 放上去 然后呢我们就调整它的文字的 整个的字体和颜色大小就可以了 在开始里面去 我们可以选择 比如说微软仰黑 颜色我们可以调整为蓝色 OK 关闭 这样 你输入的文字就是固定的 这就是批评文版 提醒帮你们把所有的版式全部给你做好了 到后面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按照我们的模板去操作就行了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当我们调整了这些模板之后呢 我们怎么去保存它 其实呢 这要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 模板和模板之间的关系 可以这么说 模板保存完之后就是模板了 那它怎么操作保存的呢 这里呢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已经做好的幻灯屏模板 比如说这个这是我做的一个模板 我已经把它选好了 OK 我们就直接选中它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呢有一个文件 另称为 然后我们选择桌面 这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把它选择的是 PPT模板 也就是Polum Point模板 千万不要把它变成演示文稿 演示文稿呢就还是PPT 没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这里要选择这个 当然如果说有的同学 你们的PPT的版本很低 或者说你们要用到学校的一些比较低配的电脑上的时候呢 你们尽量选择是Polum Point 97-2003模板 这样呢它会比较兼容一点点 所以这个还是蛮好的 就是它能够帮你们做一个调整 那我这里选择Polum Point模板 OK 选择之后呢它会自动到我们的自定义模板中 这个是我之前就已经做了好多模板的 我们选一个02 然后我们选择关闭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的整个PP模板就已经保存下来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去调用它了 那这个呢就是整个PP模板的一个核心的操作和它的作用了 希望这一次的讲解能够让大家更了解PP模板了 以后再遇到制作PP模板就不会发出了 OK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次再见